好,剛才是磁鐵給磁場,地球給磁場,下一個叫做電流給磁場 A,B,然後叉叉表示電流流進去,一點點的電流流出來 然後,請問你,它會怎麼動? 那你就要注意,A有一個電流,A會在B那邊造成一個磁場 然後,B就會有受到一個力量,B有一個電流,就會在A這裡造成一個磁場 所以,A就會受到一個作用,然後它兩個就會有靠近或遠離或怎麼樣的狀況 那,請問你答案是誰?答案是哪一個? 我們要找可愛大帥哥,可愛大帥哥,你的答案是誰呢? 方法我已經暗示你了 C好了,有人家抱A,你說C好了,說不定你對囉? 答案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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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請注意 A有一個電流進去,所以A會在B造成一個磁場 按照安培右手磁場向下 所以B在一個向下磁場中 用右手開掌定則,B流出來磁場向下 手心向右 推到右邊去 然後,所以B造成受力向右 同時,B有一個電流會在A造成一個磁場 根據安培右手 B電流在A的磁場是向下 所以這有一個B磁場 A電流在B磁場向下 B有一個電流進去,受個磁力向下 右手開掌 比下來 電流流進去,磁場向下 手心向左 所以A受力向左 所以就變成B受力向右 A受力向左 這樣表示是相似還是相似? 相似 對,是相似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叫做C 有人就把它當作結果背下來 因為考試常出現 有人就死背,背起來 同向電流會互相 C 反向電流會互相 C 有人把它當作結果背起來 你要這樣做 我也沒意見 你把它當作結果背起來 同向電流會互相C 反向電流會互相C 但是我希望你懂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同向電流會相C 反向電流會相C 剛才比給你看的叫做 反向電流會相C 反向電流會相C 來 重來 鋁場 對 鋁場向上 所以手心向左 所以B受力向左 那麼 當然是A電流在B造成鋁場 電流流出來 四指向下 手心向右 所以A受力向右 所以A受力向右 B受力向左 表現的互相如何 吸引 再跟你解釋 解釋 同向電流會互相吸引 我希望你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就把它背下來 來 反向電流互相 還是同向電流互相吸引 給你解釋 OK 停車站接問 受力向哪裡 跟前面基本上一樣 但是有個小問題 跟前面基本一樣 但是有個小問題 小問題 來 可愛小女生嗎 可愛小女生 你選A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A 這裡有什麼小問題啊 他給的是電子 是負電 我比的是電流 是正電 所以電流流進去 電子流進去 電流怎樣 流出來 電子測進去 是電流流出來 所以你比的時候是電流流出來 大拇指朝外 磁場N到S 指向左邊 手心向下 所以 受力要向下 所以答案選A 就剛給你提示注意的事情 我們的電流是正電流動的方向 正電流動的方向 給的是負電把它改過來 這就是我們給各位做的一些簡單的練習 我們做個體驗 我們去拍攝 我們去拍攝